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先給個like 我們今天搜集娛樂圈 世界各地,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很嚴重 因為有人確診 有人是密切的接觸者 很多,我們一條過說出來 你們就知道了 慢慢說,由馬俊偉比較多人熟悉的開始說 馬俊偉也要去做檢測 因為他之前也打了科興 我記得他說心臟有事要打科興 一個報紙寫,港台主持人初步確診 馬俊偉慌忙入院做檢測 因為他本身也是創意總監 確診的主持人叫做楊子蜜 我都不知道叫楊子蜜 不懂得讀 是不是經詞的經理 你先上網看看 待會告訴你 有個普通話電台的主持人 他確診了 6日馬俊偉知道這件事 馬俊偉快速到私家醫院 做一個快速病毒測試 最終結果為陰性 IG報平安 知道香港電台有同事受感染 下午在教育醫院緊急就查 自問已經是一個非常小心 和非常守紀律的人 但在疫情之下 只能夠時時提醒自己 沒有最小心,只有更小心 沒有最自律,只有更自律 沒有最謹慎,只有更謹慎 叫什麼名字? 京 真的京 楊子京 叫什麼名字 京池的京 先祝福每位受感染的同事 和朋友組合康復 更願大家時刻提高警覺 一起做到 保障自己 保障別人 最好方法 馬俊偉就驗了 沒事 那個鴻門夜宴 黃詠君 有份出席 他剛剛離開TVB 加入政府的大家庭 由一個懷抱跳到另一個懷抱的時候 就證明他有份出席 嘩 因為其實我也是在一個萬宴裡認識黃詠君 他經常都去 因為他很給面子 他有份去 這個洪惠民生日P 他自稱全程做足防疫 我見有些報紙說 要全數進入足高灣 很多 究竟是不是全部呢 看看他的消息 前東張西望主持人 就是黃詠君 早前已經離開TVB 他現在的職位 是民政事務局的媒體主任 媒體向他求證 他承認有去過生日會 不過就逗留了一陣 就離開的 黃詠君又說 當日盡量留在室外的位置 保持社交距離 除了喝東西之外 全程戴口罩 就是很謹慎 但是他6日 第一次接受檢測 就是呈陰性的 他表示 就要再做 就以責安全 就每天做 說他都很害怕 你以為不害怕嗎 我以為是有份去的 那些全部都要什麼 他現在 剛才說 放了80個 然後他未來可能 都要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 要放了過去 因為一開始看到一些報紙 他說是全數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放了過去 那會否夠裝 或者是時間上 有些真的沒有進去 但好像 沒有安心出行的局長 他好像進去了 什麼 入境處 總之兩位一哥 連八韻六 那些 廉政專員 那些全部 全部都進去了 但他在門口都不行 門口都要進去 不知道 你沒有安心出行 很尷尬 是啊 很尷尬 所以都是以責安全 黃永關 什麼進去呢 究竟真的不清楚 是啊 真的不清楚 真的麻煩 因為 其實 那些位置是夠的 你說 那些180人過去都應該夠 夠位 應該夠位 應該夠位 但是 說到 現在 最少 13官員 那些官員 要放了過去 都 可能還未到 要等通知 因為 始終現在說到 有 福陽 然後又懷疑是疫苗的 疫苗的 真的麻煩 禁堂食之下 有一些大明星 我們的 龍 大明星 兒子也是大明星 師弟 是 他自己有餐廳 是 他老爸也稱讚他煮東西好吃 我都覺得 我只看他的手勢 就知道他懂得煮東西 是厲害的 他有個 餐廳 他說禁堂食 就等同倒閉 Bosco也有西餐廳 原來 現在還有早餐 38元早餐 夠了 吃早餐 厲害 我之前見過那些 酒吧 酒吧不是說 飲酒又怎樣 立刻轉型 早餐 下午買飯 吃早餐也好 什麼都好 對 你要變 人是求變的 但人們不敢進去 其實我覺得很划算 你去那些酒吧 40元吃飯 很划算 那些其實是求存 40元就是人工也不夠 有人服侍你 錢有時候 花了出去 有些是很划算 那就幫幫人 我看到蕭先生那些 在那個節目 都已經在說 什麼 買一送四 多划算 說了幾分鐘 只是說 老火湯 我們老火湯特別好喝 是 很過癮 要的 要的 光顧一下 現在各行各業這麼辛苦 買外賣 不要家裡煮 出去買外賣 吊點爐味 什麼都好 光顧一下食肆 譚俊賢那間店 其實是什麼名字 我們都想光顧一下 是的 不知道 只是說他有 可能怕幫他宣傳也不好吧 有什麼不好 對 Bosco也不好 正值第五波疫情 禁堂食 很多藝人都有店 譚俊賢 出爐是帝 咬緊牙關 禁堂食 如同倒閉 他索性重整店舖再出擊 簡直不開 可能裝修過還是怎樣 出爐事後 林夏薇也算很慘 關他什麼事 他在旁邊說多一句 黃宗澤急推經濟早餐幫寶 平時賺開這麼多錢幾十元都要做 是的 沒辦法 Bosco我記得他之前是做生蠔 我記得他好像是 是 之前有訪問過他 看那些報紙 但沒理由下午吃的生蠔有 有名 有名 譚俊賢那間店 在土瓜環的西餐廳 叫Forkers Forkers Forkers 不要說我針對他 我覺得那些戲不太好看 但我真的覺得他有料有型 煮東西吃的樣子是挺魅力的 光顧一下土瓜環經營西餐廳 他 初開業後就經歷疫情 生意就癱瘓 你想想 叫也沒用 他現在的時勢 是 那個運 國運 大家全世界的運 都是弱雞 之後他現在轉型 他說 因為開始就癱瘓 後來就要轉型 他做了生蕉牌招呼客人 親民路線 但是他不可以經常在 總之他不用拍劇 他就說都在那裡 有一班捧場客 慢慢的生意又穩定了一些 想不到再次爆第五波 就令到餐廳出現問題 本身主力做晚事 禁堂食 就如同停業了 他就說 這個月對店鋪沉重的打擊 他說我們主力做晚事 沒有限時入座 禁晚事等同直接倒閉 但是上天對我們很好 他說拍攝了男神廚房之後 又吸了那班客人 計劃再攪拌一攪拌 研究客人的新菜式 疫情下就要有新菜式 帶給大家 林夏薇也有一間 原來 是啊 林夏薇也有一間功夫點心 功夫點心好像很多 原來是 是啊 全部都是他的 林夏薇再說 開始多間功夫點心店 原來全部都是他的 哇 有些資料到 不說不知道 近年幾番 經歷疫情限制 幸好是阿納不倒 曾在疫市 擴張開新店 真厲害 面對這次第五波 無奈就說 影響一定有 一定會遵從政府指引 當然很慘 不過比較好的就是 不是主力做晚舍 看看外賣上幫不幫補到 一定捱呀捱呀捱下去 他說黃埔分店五市 如常營業 有不少食客都光顧 功夫點心 原來是他 功夫點心 這裡是不是 阿喜哥我們經常光顧那間 好像是 我們原來經常光顧林夏薇 是啊 是啊 功夫點心 我記得好像很多間分店 是啊 原來我真的不知道 我經常都要吃 黃宗澤那間呢 黃宗澤那間就不說了 黃宗澤那間就不說了 哈哈 幾位四 搞完 是醒豪的 陳豪有一間咖啡店 B-L-O-O-O-M-S 他咖啡店又不同 沒關係的 因為你下午都喝的 晚上反而少喝咖啡 是啊 K11秒C 反而你那些 在煎做晚市的頭都很大的 哦 MIRROR 跟阿爵和肥仔阿娘業 都合資了那間串銷店 你真是大件事 嘖 你們紅的時候 都已經是 這個 飲食業最艱難的時候 你怎會搞這樣的事情 他應該就是想 怎樣去 就是 可以維持到 你搞飲食 你一樣 是啊 你要預定兩手準備 你隨便 隨便 隨便開間吉舖 賣襪都可以 隨便襪襪出來穿過 或者穿過衣服 這樣 喂 好過你拿好多排 做那些 我也知道的 還有飲食 我告訴你 飲食是不會有光環的 飲食你一定要好吃 只要那時候 譚詠麟和李克勤開的 左倫又你那些 嘩 我吃過一次 我特地因為 我那時候很喜歡唱的歌 去吃一下 吃完一次之後 真是厲害 真的 我想找回 現在不知道在哪裏 都找到 所以其實 光環是難一點 是的 其實明星光顧一次 就入場券 是啊 要好吃才可以長期光顧 這樣 但是現在很難做 還要串銷店 串銷店是否要喝酒 串銷店來拿酒牌 啤酒那些 你要賣酒 那些少許 當然有 馬上做 急做轉做午市 嘩 他這裏那裏入錢那裏是錢的 你三個傢伙就三個頂 你尖沙咀不會說得少 是啊 嘩 很多人搞這些 是啊 想著 整餐廳 你現在很難做 那個疫情 所謂的反覆 那個制度 沒錯 張敬軒 八場演唱會 過唱被疫情殺停 別人訪問他 他就這樣說 他說 不想新年流流說粗口 是嗎 這樣 對呀 對呀 我們今天只是說這些 疫情的 娛樂圈的消息 都講到 我想有段時間講 是嗎 張敬軒 講完 講一下這個 在以前 是否叫他 超級大聲 超級巨聲 對 有個女生叫鄧小巧 他就是跟未婚夫 原來確診了 是呀 一同確診 分享究竟確診是甚麼事 他很正面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隨直夜宣布接受 他的男朋友 白先生的求婚 是 這條求婚 因為他身處加拿大 他1月7日 就更新IG 就說 這條求婚 轉過頭 就跟未婚夫一起確診 是呀 是呀 一同確診 所以說 都 防不勝防 防不勝防 是 寫長文 就說 4月在加拿大 跟未婚夫一起中招 嗯 就是他講到之前 你也知道 好像之前 未變種的東西 就更加強勁些 對 過重症率 他這樣說 希望跟大家分享 第一身的經驗 他在外國的樣子 好像漂亮了 一些 Asian的樣子 就是外國人 稱之為 在香港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 又不是說甚麼 但外國就很喜歡這些樣子 透露 當時有 不少朋友說 不要讓人知道你中過 這樣 他身邊的人都跟他說 但其實為甚麼 為甚麼要這麼恐懼呢 他知道多些不好嗎 他說首先 他說他是有病徵的 他有甚麼病徵呢 喉嚨有少許癢 喉嚨是癢的 是 就像平時你喉嚨敏感 癢 氣管敏感 喉嚨癢就是做檢測 是 一天之後 醫療單位打給他說 你確診 然後問他 有沒有背部痛 有沒有發燒 有沒有咳 這些症狀 然後叫我在家 休息 以及自我隔離 十天 他說沒錯 在加拿大 如果你不是重症 例如有呼吸困難 心臟問題 那些 你只是在家裡 不是 你只是在家裡 自己隔離 那 咦 如果叫他隔離 又沒有藥給他吃 你咳 休息一下 喝多點水 對 他用平時人的感覺上 好像對傷風咳的那種感冒 維體命C 多吃點 他說他頭七天的病症 說的是四月的時候 有肌肉痛 全身無力 頭重重 有喉嚨痛 流鼻水 沒有了味覺 臭覺 是這樣的 那 鄧小巧的坦然身邊 很多朋友都重過 那 他說 什麼 他說 他未婚夫 72歲的爸爸 他的經驗 跟我們差不多 病症更輕微一點 反而 再輕一點 還有一個 就是他的舅父 他舅父本身有糖尿病 感染了之後 就死亡 是 也有些有癌症的病人朋友 感染了之後 就較長時間才可以康復 要看國人體質 如果你本身體質是強 好像是斯朗 中完之後 就出來入三球球 是這樣的 每個人的 或者有沒有那些 暗病 是啊 他有沒有引起那些 沒錯 沒錯 在加拿大 已經很多人中過 每個身體 總有幾個曾經染病 真的很多 他說 大部分反應都是 鬆鬆肩膀 然後就說 病了幾天 大部分說 嗯? 病了幾天 就是這樣 然後就繼續生活 工作 他說不是叫大家掉以輕心 不是叫大家覺得當這個是一個 某些社交限制才是一個 他意思不用我補充 叫大家當這個是一個 某些社交限制才是一個 不用我補充 我也不太明白 他說什麼 但也不要當它是世界末日 是了 就是不要 嘱的意思就是開玩笑 嗯 但不要當是世界末日 他說只是想和大家說 做足措施 其他交給天 他說兩年了 總不能在恐慌和憂慮當中度過 很正面 其實這些事情 我又覺得 就是 無論你這個人 患了什麼病都好 都要正面樂觀去面對 你說得好 OK仔 我告訴你 今天早上跟我說的 相當好 你說總是有一幫人 因為我們太久了 經歷這個 所謂的病毒 總有一幫人有什麼 說話呢 下面有留言 就引證了你今早跟我說的 鄧小巧 你幸運 你病毒量少沒有大問題 試試病毒量大又如何 加拿大 人又少 跟香港地小人壁是兩回事 世界或者一樣 但未必每一個地方都相同 所以適合愛國 未必適合中國 那明白了 You damn right 當然了 你說話真是有 世事被人看透了 有了道 很多網友不知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 有些事情 是需要自己去研究一下 我們都不方便說一下 有機會的 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事情 因為 人是這樣 等於跟我們這樣說 一件事 有些網友 一開波衝出來 就說 喂 欸 說女兒 他有些身長什麼什麼 做A 是的 那些人的思想 我們控制不到 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是的 是的 但是 我們又想回一層 所有 無論你大病小病 重症絕症 什麼症都好 其實是沒有 我自己覺得的 心態很重要 還有 我又說過你聽聽 他又批評鄧小口 加拿大無力應付龐大的確診病例 留你家自生自滅 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開玩笑 見你對身邊的親朋戚又死亡 這樣也沒什麼所謂 就知道你對生命的無敬畏心 對其他人是冷血的 這樣也行嗎 有四個like 竟然 嗯 不知道 我覺得所有人去留言 都是他們 不知道是不是自覺還是真心 直出的 完全都是直出的 不過無所謂 直出的 是的 有人覺得是有所謂 有人覺得是無所謂 看你怎麼看 好笑 有人說想不到他吃到羊腸 他才吃到羊腸 他這些樣子很受歡迎 不是 每個人得不到的東西 就覺得人家也得不到的 怎麼會呢 可能男人來說這句話 他得不到羊腸嗎 就是他 他就是沒有羊腸 沒有羊腸 有人說 這個是不負責任 只顧自己生死的法文 所以其實是的 無論你做了什麼 你會覺得你是 你會變成一個KOL的 意見領袖 打針也好 打針沒事的 沒事的 有些人又不舒服 有些人出診 他又會覺得是會這樣的 有些人中過 沒事的 我沒事的 有些人身邊的人死了 如果死了那個 就一定後悔 對不對 這些呢 就真的是KOL了 每個人說的那件事 是他自己經歷過那些什麼 說出來的 就好像窮飛龍跟我講 他說 你一定暗仔 你實話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KOL 一定會成功 我說是的 飛龍跟我說其實不是的 他說其實不是的 他現在不是幾十秒 他現在有人看 說說姜濤 是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大家 無論是意見也好 還是把那件事引出來 大家去不同國台研究也好 多一些思想 我覺得是好過 照片宣方吸引別人的東西 然後人們說這樣就這樣 不要緊 還有很多娛樂圈確診的消息 是的 繼續聽下去 林秀賢 林秀儀 就說損失過半生意 他也有搞食事 身為餐廳合夥人的他 又禁堂食 又出事 楊明 楊明也有份 楊明就說 以之前的經驗處理 他之前也出事過 他的好湯 原來林秀儀是廟街車仔麵 看見車仔麵很久沒吃過 你去哪裏 希哥幫我叫車仔麵 叫了東西吃了嗎 好 真的 看見車仔麵很棒 很想吃 要油麵 麻煩 油 先點餐 真的 說起來開心 楊明說什麼 以前有些經驗 現在全城都是盡快擊退新一波 疫情為首要 其他沒什麼想法 餐廳都是之前的經驗處理 是 真的很有趣 你說大中華大部分的地區 是 正在做清零 如果你說在英國那邊做病毒共存 感染到幾千萬人 美國現在又這樣 口服藥 除非是禁其他地區 飛到你的地方 否則怎麼做到清零 是啊 這是邏輯的問題 這是邏輯的問題 或者每個地區 他們自己去研究 他們始終有專業人士 又叫鄉村各處來 我們看看日本 SKE48 青海初染疫確診 沒有發燒情況穩定 這個就是 你們可以搜尋一下青海初 初忌的初忌 她就是水著的大鵬妹 是嗎 大鵬妹 現在日本也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原來看看 那些樣子不好看 還是看三上右 再說一件 嚴濕的事情 哇 23歲 當紅女星 嗯 賣淫 連同三個男人被捕 哇 是美女來的 我就放她 挺正的 是不是很正 很正啊 漂亮 三個男人一起被捕 那 是不是一次過招呼三個客人 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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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是小健撲撲車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都沒什麼 無論你多紅都好 可能你的拍攝也會有阻滯 那這個女人 即是紅星 好漂亮 我們一定貼了她的照片出來 你看到 23歲 當紅女星 名字我都不懂 Catlandra Angela 那些 收入減少 財務陷入困境影響 挺而走險 就賣淫 噢 就是 前幾天 前幾天 就已經是上年了 即是12月 是 就當場被拘捕 噢 印尼警方 在2021年 就是這個年尾 這個案件 同時召集了記者會說明 經過 涉及三男一女 這個女人是公眾人物 宿舍就叫CA CA 後來記者就知道 這裏賣淫的女星 就是當紅的女星 你看她的樣子 正得 我知道 你看這些樣子 燒暈的眼睛 沒錯 殺死你 不用了 哥哥養你 而她被捕 當時全身赤裸 躺在酒店床上 警方保留她的內衣 電話 以及提款卡 作證據 但就連警察 都沒有想過 她竟然是當紅女星 是吧 很紅的 她是性感的身材 同時就演出當紅的電視劇 爆紅 事後聲稱自己因為疫情影響 沒有事做 絕望選擇賣淫的路 自爆之前已經服務過五個男人 事敗之後她表示自己相當後悔 現在她的IG 就是封鎖 仍未封鎖留言 有很多網民衝進去留言 即你是G的那些 那這女兒怎樣玩呢 為什麼 為甚麼 歐根扣禮 泰文 歐根扣禮 你教我講的 你講壞話 歐根扣禮 這句她不懂得聽 因為是印尼 為甚麼 單次性交易價錢 3000萬印尼盾 即是16324元 抵不抵不 沒有說是抵不抵的 你看看這個樣子 挺好的 帶不出來 就這樣看 你看這個 高質的 是不是 OK的 這個這個 這張 嘩 真是 人家的工具 16000多 接了五個客人 接了五個客人 加起來也不夠十萬 那就 斷送一生的前途 對 你說抵不抵呢 這些當然是不抵的 十萬元 對 正正經經 應該走去做 即是這樣說 沒事做 馬斯特落地走 她就不會做印容 其實 不可能 即是不可能 但其實 分分鐘如果做印容 當它雙倍價錢 走來香港 一年十萬 一年十萬是沒問題的 我相信 即是 三倍價錢 那些需要找這些姐姐的人 對 對 可以 這麼多事情做 對 對 必須一定做G呢 對 在世上 沒有難事 對 她做不做 走去做這件事 對 我們請她剪片 對 對 放她出鏡 對 放在這裡 然後錄著她 放在這裡就行 對 你便笑一下 動一下 就行了 有這個印尼當紅女星 對 可以的 竟然走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說 需要什麼 人窮致短 真的人窮致短 真的看到都 淒涼 我也不會說 真的淒涼 很多男人的世界 很多男人都想接濟她 可惜 所以 這個世界 這個疫情 令到一些演藝人 有些就 走去做G 有些就開了一些飲食業 就大 這樣說 你看到人家有變 不過 飲食又有變 萬事又做午市 明星走去沒有東西拍就變 走去變成做其他工作 這樣都看得到 很多人 在疫情底下 演藝圈 都變得很厲害 沒錯 所以 大家都懂得生存 這個世界 沒錯 好了 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跟大家講 希望不是講 疫情的新聞 有些新的東西跟大家講 拜拜